新冠肺炎蔓延动物也可能染疫 英国的最新研究显示 有猫狗感染了α变种病毒之后 罕见的出现心肌炎 为了预防瀕临绝种的动物染疫 美国加州的蒙特瑞湾水族馆 最近特别为8只海踏接种疫苗 成为全美国第一个完成的海踏接种计划 可爱的海踏在水里面快速的转动身躯 超萌的模样让大人跟小孩的心都融化了 为了保护这些瀕临绝种的动物 美国加州蒙特瑞湾水族馆 最近完成了8只海踏疫苗接种的任务 这8只海踏都接种了2剂疫苗 间隔的时间3个星期 他们接种的是宠物药商研发 而且经由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批准的动物疫苗 8只海踏之中 4只坐在水族馆里 在大型的展示水箱悠游细水 供参访了民众拍照 另外4只者是救援跟复原计划的野生海踏 以后都还要放回大海 英国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 有猫狗感染了α变种病毒之后 罕见的出现30岁以下年轻人比较常见的心肌炎 这些宠物的主人都已经先中招 所以应该都是被人类传染的无辜受害者 陈宇里边演 这些宠物的主人都已经在这些宠物